主席 主席 我們請部長 部長悲訓 官員你好 部長,本席在總質詢的時候 質詢部長和吳 吳院長 當時吳院長曾經答應 我們的陸生三法 就是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以及兩岸關係人民特別條例 修法的工作之前 必須跟中國完成協商 你記得嗎?是 內容本席要求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必須有效的 簽署相關的協定 要求中國不可以利用 兩岸之間的這種 全面打通、學術交流 然後大量的磁吸 台灣的學生 第二個必須要求中國呢 承諾、簽署協定承諾 不可以在未來 你們遭受的陸生之中呢 去插手 陸生遭受的事宜 你們做得到嗎? 沒問題 當時吳院長答應了 做得到 沒問題 可是部長你們睜眼說瞎話 我相信你做不到 當時你告訴我說 這個會期 有關於這個陸生的三法 也就是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以及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特別條例 有關於承認中國的學歷 開放中國的學生來抬 這三個法律你說擋不住了 本習一路追查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擋不住了 部長 你們其實已經上路了 九月兩千個學生要來的這件事情 就是在等著 沒有錯 沒有學分的 不錯 可是呢 他們事實 根據中國的說法 他們說法非常的明確 事實上 他們就是要敲開這個三法 讓他能夠順利通過的一個探尋之旅 他們是非常非常有目的性的 在進行這樣的活動 而教育部呢 部長 你從頭到尾 在配合他們 去年的12月25號 台灣的私立技專院校協進會 召開會員大會 你去演講了 而且你坐下來 回答了他們幾個問題 最後技職師的司長留下來全程開會 在這一次的開會的會議 討論提案的第七案 討論提案的第七案裡面 明白的 告訴所有的學校的 告訴所有的學校 決議裡頭說 99年來台就學的騎乘 預計 也就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 這個會員大會 台灣的所有的私立學校 召開的一個會員大會裡面 通過第七案的決議案 要求教育部呢 在1月的時候 完成立法院的修法 3月的時候 要發布陸生來台就學辦法 跟大陸地區學歷採任辦法 9月完成入學 當天 那是他們的期待 沒有錯 可是呢 1月有沒有完成修法 沒有 沒有完成修法 3月你們照樣公布 沒有 1月完成修法 公布啦 是啊 對不起 部長 所以不應該公布 法律沒有過 你公布席政命令 沒有錯 原來就是 這個私立學校協進會 會員大會的決議 你們配合他演出 他們的犧牲而已 部長 你知道這個整個系統是怎樣嗎 台灣成立的這個協進會 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 中國特別成立了一個高等院校展示會 兩會 集體 全力推動 要去敲開陸生來台 跟承認中國學歷的大門 12月25號 台灣召開這個會員大會 要求教育部 3月的時候 趕快公布辦法 1月的時候呢 對不起 部長 今年的1月份 中國的這個 高等院校展示會的主委會 就來台北了 跟台灣的私立學 你們知道你們還去了公文 對不起 部長你們有公文給他 你說不知道 這個公文 調出來看是誰覺醒的 部長 你們沒有派人參加 他公文欠他不要參加 你們沒有 不是勸他不要開 而是你們不派人參加 可是你們有阻止他 根本就應該要阻止他 大陸工作學校有欠協校 部長 大陸親民大家好 來台灣 參與我們的蘇利拔校開花 討論什麼東西 討論關於大陸學生 申請赴台灣各高等學校 學習的暫行細則 中國把暫行細則 拿到台北的神旺大飯店 跟台灣的私立學校一起開 開完了這個會呢 你們2月份就先公布了草案 大陸地區學歷檢核 這個事我不知道 3月份你們也再公布了大陸地區 人民來台就學辦法 這兩個行政命令 完全是違法公告 是在母法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就違法公告行政命令的草案 原來就是跟中國配合好的 中國1月先來台灣 跟我們的私立學校開完了會 你們2月跟3月分別就違法公布了 這兩個行政命令 部長 目前 你知道這是高度敏感的法律 是高度政治爭議的法律 法律沒有過 你就先公布行政命令 如果沒有這個會員大會 如果沒有中國來台灣 開了這個先行會議 中國來開完會 你們馬上就公告的話 那倒也罷了 你可以說沒有相關 但是事實俱在 你們的時間就是這樣 部長我們無法 無法原諒 無法原諒說台灣的教育部 被中國牽著鼻子走 不可能 中國親問答案 來跟台灣都已經開會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飯湯 我們已經親問答案 你跟我說你不知道 這樣就是無論喔 民間的交流 你們被利用你都不知道喔 民間的交流 部長 為何短期的這種學術的交流 你完全不納入管理 你放任 放任這種事情 不斷的在進行 然後牽著你們的鼻子走 教育部還配合他們 我們無法理解 我們無法理解 你把一年以下的 學生之間的學術交流 不納入管理 然後放任他 讓中國牽著鼻子走 今天我們的內政委員會 再談ECFA 今天內政委員會再談ECFA 在那邊再談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本席在這裡要告訴部長 在你的手中 台灣教育要進入對中國的依賴的元年 不可能 中國依賴元年 台灣教育的中國依賴元年 你沒有優勢 你的優勢就是讓人家逼著你跑 人家12月決議叫你3月公佈 你就3月公佈 魔法沒有通過你去參加的會員大會 決議叫你公佈 魔法1月沒有通過你3月照公佈 聽他們的話 然後中國1月來開會 你當然可以找到依據啊 問題是你要不要做啊 你要做就是為了配合他們 部長 你知不知道 我們都沒有出席啊 你知不知道這些學生 馬上9月要來了 由他們負責統一領選 怎麼領選呢 第一個學生必須都是高幹喔 貴族團喔 人民幣10萬元以上的存款證明 第二個 要經過學校鑑定 這是學校的鑑定辦法 學校鑑定辦法的表格裡面呢 學校鑑定的第一欄叫做思想表現 喔